有机会捞到这样的谁啊 我只认识就是吃饭 大家早 我是老菜 老菜进来老菜去环岛旅行 刚刚和朋友去吃完早餐回来 然后准备要出发 我就看到前轮的风不是很够 就打了一下风 结果 我把那个嘴给打爆了 肉 熊粉 但是 现在小璧 隔年 环出 放好轮胎,现在已经出发了 今天准备去Cook,我是姑的家 现在是早上的十点,现在已经开始下着小雨了 现在准备骑车去新山,已经过了那个上班的帮忙时间 车流量应该没有那么大了 现在已经进入奔真线,趁着丹中Bi的方向前进 距离目标还有45公里 丹中Bi今晚就会去Cook,在Cook 过夜 现在的时间是12点40分 大家好,老蔡去哪里 老蔡现在在丹中Bi 这是整个亚洲大陆的最难讲 这边4点半就接待最后一个顾客 然后他们5点会关门 我们现在去景点餐馆 这个地方我已经来了几次了 这次是骑脚车来,比较特别 就是骑兴的其中一站 好,太好了 这边就是亚洲大陆最难关啦 然后对面就是新加坡的Twas 打卡完毕要回去了 现在5点关闭,还有2分钟 老蔡现在已经离开丹中Bi了 然后要去Cook Cook 是一个我从小就在里面长大的地方 这边去大概要11公里 诶,等等,等等,哈 打卡完毕要两公里 整个工程 那么厉害 每次门都打卡完毕 我现在已经到了Google了 现在时间是6点22分 我总共骑了87公里 那些人在夜调 小猫 现在跟我姑姑去吃早餐 这个路上宽了 以前是木板的 咖啡很好喝 吃早餐吃早餐 这一个是 刚刚补回来的 喇啦 叫蛤蜊 这是用海水 它是要正在海水里面咯 然后为什么要放这个冰 是因为那个海水的温度太高 放这个冰是给它降温 这个是我似乎他们 就是他们有卖虾蛤蜊这些海鲜 这是度假屋跟他们订了的啦 海水他们提上来是很浑浊的 但是如果是让它沉淀超过24小时之后啦 它的那个水 水质是会干净到好像就是那个自来水这样的 等下他们就会出来呼吸了 已经开始开口 浸泡这个海水的目的是让它吐沙 因为他们生活在沙地 浸这个干净水他们就会吐那个沙出来 这样子放他们是可以耐一天 如果是那个海水是循环的 他们可以放超过一个礼拜咯 现在准备蹭这些 喇蜊然后拿去送给度假屋了 当然要先沥干那些水啦 看到水已经浑浊 现在那个喇蜊已经把那些海鲜的东西 可以沙啊 然后还有那些杂物突然出来 这个子带你 四肢的 一定要给它一点水 因为它们没有水 它就不能出去 啊对 这两天是公共假期 到拜也是公共假期 所以 这边就会有很多游客 这边在塞着车 我的姑姑现在要去送货了 我就陪她去送货 现在我从 规格港角过来那个 咸水港 因为姑姑它有分成左右 有两边 左边就叫 规格港甲 不见话就讲 姑姑港卡咯 然后另一边就是那个 那一边是美金小明星 便在这里 要远到这里 好 你一踩油我就装不到了咯 继续了啦 Kuk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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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边也分为左右两边 左边的话就叫 Kuk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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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的就是鲜水港 叫Gam Jui Kukuk 这个是北京度假屋的外面 哈喽 哈喽 这边的渡假屋都是在海上的 啊这边呢 井就比较辽阔 因为它已经在尾端了 然后这一个是捞虾的 有机会捞到这样的虾哦 啊那个网就是捞这个虾 因为好像如果有的人来这边钓鱼啊 你要买了活鞋啊很难嘛 所以我们就拿上来放那个鱼缸里面 然后住在这边的人 他们需要的时候就自己去拿呢 哦 然后这边就可以钓鱼了 对对 这边24小时能够能够钓鱼 因为我们的海水不会干到完嘛 嗯所以这边还是24小时能够能吹掉的 嗯 因为他有太边缩这样 他这边会比比人家比较不一样 他那里可能去别人渡假屋 他们的水很快就干完嘛 就不能够钓鱼 可是我们这边怎样推都好 他这边都会有水啊 来去买一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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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那的味道真的是香啊 你不可以讲他臭啊 他真的是香啊 这一边的度假屋哦 他就有弄到好像那个 爱琴海蓝 爱琴海的那些蓝色这样子哦 这是送第二次 也是一样要去潜水港 可以拿多一个开来 这是爱琴这一句哦 没有没有 没有吗 OK了 这边拿 这是河吞 来 这外套 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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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一新的有机的 哦 抓上来的 不是不够吃的 现在几半海中外能够吃的 我们这边有卖盒子 哦 这些全部是抓上来的 哦 好像都吃了 你这边还有什么地方啊 就是 这个是 大嫂还是什么样的 我只认识就是吃 新鲜的蛤蜊哦 就要怎样吃 新鲜的蛤蜊就是 直接这样子 就是它是干干的 然后这些全部是蛤蜊里面的 最后一口水 香甜 真的 很甜 新鲜的蛤蜊 有点不够吃的 你说的 有点不够吃的 有点不够吃的 今天有点不够吃的 还有 今天是 来了小分针了 我跟老板没有缘 我走下去又玩上来 然后老板还没有开单 没有 我讲我走了下去 然后又玩回来 然后你还没有开单 跟老板没有缘 吃不到云吞面 刚才去那间豪云吞面 他还没有开 他想今天有事 所以迟了一点 他就介绍我来这间666 笨针的云吞面都是番茄的 都是番茄酱 这就是笨针的云吞面 这个他会比较湿一点 感觉上印象中 云吞面都是比较干 吃完了 价钱有点小贵啊 我就觉得不值得那个价钱 现在要去找我的婆婆 天开始下雨了 然后现在要往文立的方向去 现在也是好 至少不会降热 我已经到了我阿嬷的家了 这个是我的阿嬷 他的女儿就寄了我一堆东西 然后我就用我的脚车载过来 耗时三个小时 就把那些东西送到我阿嬷家 然后他在那边呱呱叫 讲太多东西了 他的冰酥放不到 他讲他 他讲他现在耳朵听不到了 听没哈 他讲他 还没有什么 他就暗里来 他就暗里来 我一下 我没地壚的 他就暗里来 他没地壳 他就暗里没有 我干杯 你也要来 不是 炒熟 现在离开我的阿嬷家了 现在我要回家 回我老豆的家 现在是下午的4点 我已经起到我的老家 今天跟爸爸来园里里面 清理那个油棕树上面的寄生食物 今天就跟老豆来清理这些 不简单哦 真的是不简单 很行哦 你看我已经满身大汗了 不简单哦 那只东西这样举起来是很重的 这很重的 我们大概已经修了五六棵树了 就已经没有力了 因为我们做不惯了 我啦我做不惯 我爸爸还可以 他比我厉害 这样大的一个土丘到底是什么呢 我楼子讲是白蚂蚁我哦 呦果然是白蚂蚁我哦 我老豆他也是会的 我刚刚自己尝试 踩那个油棕果 比爬山还累啊 毕竟不是吃这行饭的 有够累哦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三十五分 终于 终于搞定了 之前发现我的 随便漏气 老豆在磨岛 我要走了 然后出发去拔赌 要告别我的老豆 这些书 搞别我的家 继续我的旅程 爸爸 爸爸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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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啦 离开家啦 你要拿两个家吗 哦不许了谢谢 然后上面再一刀 河里有鳄鱼 海里有鳄鱼 谢谢观看